大家好 这些国际呢 持续看到美国旧金山APAC峰会今天终于是落幕 那么多闹中美国总统拜登现在已经搭乘空军一号离开旧金山 而另一位呢 看到众手瞩目的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这一次在APAC的领袖峰会场边可以说是形成满档 因为呢 其实各国元首都希望可以把握这个面对面的机会来和习近平沟通 尤其是和中方在南海冲突不断的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氏 那么可以看到呢 小马可氏他在Instagram贴出的照片里面 他和习近平在APAC的场边会谈 小马可氏他就表示呢 他对近两个月 两国渔船多次在人爱交周边的海域碰撞表达了一个关切 那么希望呢 可以和中方制定一个类似的事件 可以防止的一个措施 以减少在南海的紧张情势 但是呢 小马可氏他并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 仅仅表示呢 自己和习近平两方都一致认为 地缘政治不应该成为两国关系的一个决定因素 那么对此呢 大陆外交部目前并没有相关的讯息 那么可以看到呢 照片中很有趣的是 从小马可氏他公布的照片 习近平的表情呢 似乎是有一点不言而喻 而在会见小马可氏之前呢 其实习近平他是先见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那么这睽違一年又在APAC的场边会晤 双方他们是握手了十几秒之后 随即就展开了一个场边会谈 那么根据报道岸田文雄他在会上是当面向习近平要求 希望呢 是可以解禁日本水产品 撤出钓鱼台周边的一个浮标 那么大陆外交部则表示呢 习近平他强调 日本的核污水排入海 这个相关呢 是攸关人类的健康 日方应该是要妥善处理 您主席在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时候指出 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事关全人类健康 全球海洋环境国际公共利益 日方应该严肃对待国内外的合理关切 那么这场长达65分钟的会谈 岸田他会后指称呢 自己向习近平强调台海稳定对于日本还有国际社会是非常重要 那么习近平则强调历史还有台湾等两大原则是攸关两国的政治基础 日方必须要恪守信义以确保中日关系的基础是不会受损 不会动摇 而且呢 习近平还强调搞脱钩锻炼对谁都没有好处 那么其实呢 大家都知道台湾问题一直都是北京政府 他们所强调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那么这个也是呢 拜协会在这个会上 两国元首讨论的重点议题之一 那么总结这一次习拜会呢 其实外界都在讨论到底呢是不是圆满落幕 当然呢 也是有两派的声音 先来看到官方的态度呢 最新的一个报道 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 他在社群媒体上就发了一个照片 指称呢 APAC非正式的领袖峰会结束的时候 美国总统拜登可以看到呢 他是主动的向前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划别 那么这一举一动呢 也被外界解夺 大陆官方似乎呢 是有意要消除这一次会谈上 来自各方的一些小小的杂音 呈现呢 希望是可以呈现 会谈是整体成功的一个迹象 但是为何呢 会说是一些杂音负面的观感 先前提紧要一下 其实呢 这一次的习拜会 外界普遍就认为 这个是中美象征缓和的一个标志性的外交事件 但是呢 其实拜登他在会后记者会上 他又提了一件事情 就是曾经让中美之间非常敏感 也就是拜登他肯定了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是独裁者一世 那么这不仅呢 可以看到 让坐在台下第一排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他感觉呢 是坐立难安 而且脸就感觉非常尴尬 似乎是生怕半年之前 就开始铺陈的一个习拜会 会直接的破功 那么外界呢 后来也就开始猜测 是不是会让美中关系 又再蒙上一层阴影 毕竟拜登他在今年6月当时呢 他也是在募款网会上 他就称习近平是独裁者 当时就引发了北京政府 是非常强烈的一个反弹 所以呢 才当时呢 就让布林肯 才刚刚去大陆访问的布林肯 被外界嘲讽呢 是不是白做工 那每一次的华春莹 他这个照片也格外的引发联想 还有解读 那么媒体解读就认为呢 拜登他露出的灿烂的一个笑容 似乎呢 是有意要弥补 前天在记者会上 对习近平的一个负面描述 那么至于习近平呢 他似乎看起来是有点尴尬 这个是媒体解读的 那么其实在两国元首之后呢 他们会面之后 不少专家也都分析 这个会到底是成不成功 那么就有外界呢 专家认为给出了一个正面评价 也有观察家认为 还是要看接下来习近平的一个 实质的一个作为 包括了法新社 还有卡内基的中国分析家谢尔 他认为从政治方面呢 光是两国他们恢复了一个军事谈话 就代表是非常成功 而且习近平呢 他其实有一个显眼的舞台 和美国的商界领袖交谈 这个就是一个成功的象征 但是呢 另一个公司 他则认为 企测企询公司则认为呢 还是撇开习近平 他邀请美企投资中国 这些比较暖心的字句 因为呢 实质上 还是要看实际的作为 因为大陆的这个反间谍法 还有网路安全调查 这些对外企的突击搜查 这都已经对外企 起了一个寒蚕效应 因此呢 跨国企业 还是希望北京政府 是可以在些实质的 例如是法律监管上面 是有可以有更多的预测性 而不是一个空头支票 所以另一派声音就认为 这还是要看实际上的一个作为 那么对此呢 国际货币接近组织的总裁 乔治艾瓦 他也针对了习外汇 传达一个讯息 他表示 世界需要加强合作的讯号 它 sends a signal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at we must find ways to cooperate on those challenges where no country on its own can succeed and it is important at the time when due economic fragmentation has indeed deepened with negative consequences for the prospects for accelerating growth we see two very important outcomes of this meeting the first one is just the signaling effect it has and I heard it in the room I heard it in the corridors it is received very positively and the second is discussing some of the most pressing issues especially climate given that we are now days away from the start of COP28 to create reinvigorating a sense of urgency to work together is certainly very timely and very important 那么总结呢 其实外界普遍这一次的声音呢 还是相当肯定 这一次的习拜会 都认为呢 美中关系是走向一个春暖花开的迹象 那么大陆外交部就形容 中美关系的大门一旦打开了 就不会再一次的被关上 另外呢 刚刚提到除了习拜会上呢 习拜会之后呢 拜登在记者会上又称了一次 习近平是独裁者 习拜会上还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 就是CNN的记者 当时就狂问习近平相不相信拜登 那么面对这个尴尬的提问呢 习拜两个人是微微一笑 轻松面对展现他们的风度 也被外界认为呢 他们是不愿意破坏 好不容易恢复的中美友谊 习拜会落幕 中美关系迎来春暖花开 大陆外交部形容 中美关系大门一旦打开 就不会再被关上 中美关系的大门一旦打开 就不会再被关上 两国人民有好事业 一旦开启 就不会半途而废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中美关系的每个重要时刻 都是两国人民双向奔赴 中美关系又再次从低谷冲回正道 习拜两人谈了什么 纽约时报报导习近平向拜登抱怨 美方把大陆描绘成恶棍 也抗议华府阻挡大陆 取得最快速的电脑晶片 拜登回应这种晶片有助解放军 认为这是国安问题 反之习近平认为这是经济扼杀 但双方直接交流表达想法意见 以显见中美沟通桥梁再次畅通 习拜会上媒体被请出去的时候发声小插曲 记者狂问习近平你相信拜登吗 习近平笑而不达 勉露轻松展现风度 坐在对面的拜登有点小尴尬 先看向国务卿布林肯 两人对视用笑容带过 不破坏好不容易得来的中美春暖花开 习拜会以友好气氛落幕破冰回暖的基调 无疑是给了美国盟友日本开绿灯 中日元首会面时 虽然在核污染问题上没有共识 中方坚持禁止日本水产品 但双方会谈每一道剑拔弩张 甚至同意以建设性态度通过磋商谈判 解决福岛核污水排海问题 记者综合报道 太阳星全校克废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废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废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废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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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到院曹视频在�著400点栏目